没想到玉帝也来当老六 为了防止三猴察觉 竟然亲自为太区的小猴 知放了一遍之处 只要在结算日那天 三猴拿不出本金盒利紧 那就终于能找三猴的麻烦了 如果玉帝真来偷的话 那小猴子你有什么好办法呢 大王请听我一言 咱们持续在结算日当天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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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啊妙啊 真是妙蛙种子吃着妙脆脚 进了米奇妙妙屋妙到家了 来 赏你的 让你们见识见识本串悦者了 真正实力吧 果然玉帝还是看好五三 复职之日就在今朝啊 哼 玉马间也不过如此嘛 真是天助我隐 不枉费我迷运这三只猴子 加油 见日的收获就看你的了 不错 至少说几万金单了 足够到时候这几个猴子对不上仗了 不行 这样肯定会被发现 不错不错 看来当个守门的确是聚财 早睡早起身体好 很好 盖我丰兽了 谁踩我 难道只是错觉吗 谁又踩我 在天庭还能撞鞋的 让你给玉帝帮忙 这一脚算是利息 我愿望啊 我只是想找个盖而已啊 不值之日 就在今朝 站住 打街 此处是我在 此路是我看 要想过此路 留下买路财 选 选小莲 你 你不是被封印了吗 好好 忘记带头照了 看来 你知道的太多了 就算你从无来手中 逃出来了又怎样 想必一定身受重伤吧 而我如今的实力 早已不是当初那般入销了 你这下撞在枪口了 受死 这巨灵神从来都是这么勇的吗 还是说 他震得变厉害了 就这 我承认我刚刚声音大了点 还消账吗 那就拿来吧你 震不错 两万剂难入章 好了你走吧 早点睡 有意身体殿堂 你 你就这么放了我 不怕我告诉玉璃吗 这位巨灵神先生 你也不想一直守南天门吧 我被封印那是中线都看在眼里的 你要是说出来 你觉得会有人信吗 你都跑出来了 谁会不信啊 你还是先去想办法补上这两万金蛋的库了吗 不然玉璃发现了 可就要找你问罪了 两万金蛋 我这是要哪去弄啊